华山被称为道教第四洞天 玉泉院位于华山北路 是入山的必经之处 传说玉泉院是公元十一世纪中叶 宋朝皇帝为著名道士陈团所建 玉泉院建筑群分为东、中、西三部分 主殿是陈团老祖殿 陈团是五代末被送出的著名道士 少年时代聪颖过人 长大之后四书五经 数数方药之书无部通晓 陈团结伴山水无心仕途 由明山仿高道 七十多岁时常驻华山 陈团常闭门而卧 数月不起 故以睡宫著称 这是他的睡宫石雕 玉泉院主殿中供奉着陈团的塑像 陈团在华山住了四十余年 他的主要著作 《无极图》、《新天图》等 都是在华山写成的 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福的首记 全真派道教徒讲究隐居清修 故事后 道士们凿洞于山崖石壁 结草围炉 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 从这些石壁的洞穴遗迹上 不难想象当年的道士们 是怎样远离人世 为追求自己的信仰所付出的一切 宋代大书法家米福 沿着石壁旁陡峭的石壁而上 是小上方 中国道教界极有声望的曹祥珍大师 常住在这里 曹大师正在用中国古代医术的酒法 为一位面瘫女子治病 曹大师说 已经为她治疗了几次 基本上好了 出家修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此 曹大师讲道 这有一个咱们出家人三重 上重的就是说 就是说要在神山 老林里边里 回到一个清清的地方 自己修行大作 精精神行 一起去福一切的往年 先学一个好人 后人学好了以后 再继续扑扑向上的修道 真正别人做不了的事情自己做 别人受不了的自己能说 这样子才能走到修行的道路上去 这是伤重的 以持着到最伤 就是处神的地方 自己修成中国 做好事 做善事 是每一个道教徒 首先要求自己的修行内容之一 曹祥真大师之所以在道教界和百姓间受到普遍的爱戴 也是与他的善行分不开的 九天宫 位于华山的清科平 现在的九天宫 建于清代康熙年间 殿中供奉着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 传说 她曾传兵法给宣元皇帝 制服了吃油 这是华山第一险境 千尺创 它的坡度为七十度 共有三百七十多个台阶 千尺创开通于汉代 最初还没有石阶 只有一个个的石窝以便放脚 直到明朝时 这里才安装了铁链 过千尺创便是百尺峡 百尺峡是登华山的第二险境 这是老君离沟 早先这里并没有石击 华山的北峰 海拔一千六百一十四点七公尺 是华山五峰中最低的山峰 登上两边都是悬崖绝壁的苍龙岭 便到了韩裕头书处 传说 唐代大文豪韩裕来到此处 因其险要而不能下 于是放声痛哭 将身上带的东西都扔到岭下 写书与家人诀别 说是回不去了 最后还是华音县令 亲自带人将韩裕接下山来 西峰海拔两千零八十二点六公尺 是华山的第三高峰 华山的山体几乎全部都是坚硬的花岗石 华山有天下第一险的称谓 险境是华山的主要特征 因此也就有了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说法 华山作为人们崇敬和拜神的仙山 由来已久 相传 姚舜和周武王都来过华山 到了汉代以后 来华山的名人就更多了 唐代大诗人李白游华山 曾留下这样的诗句 西夜蒸容和壮载 黄河如丝天寄来 在西峰的翠银宫旁有腐坯石 传说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这里之后 生下陈香 被林芝大仙送出交于凡人抚养 陈香长大之后 用神府披开巨石 救出了母亲 翠银宫里供奉着三圣母神像 南风海拔巨石 我把2160.5公尺 当年李白立于南风绝顶 感慨道 此处最高 呼吸之间相通地作 意思就是 在这里呼吸与天庭相通 长空站道 是华山的最显之景 此道开在南风腰间 上下都是悬崖绝壁 站在南风 众山尽收眼底 它的南面为千丈绝壁 对面是三宫山和三凤山 华山东风海拔 两千零九十米 东风之巅是观日出的朝阳台 东风西南侧的这间小亭 叫做伯台 传说宋朝皇帝赵光应 在这儿和陈团下棋 把华山输给了陈团 古人云 山不再高 有仙则名 正因为华山自古以来 就是方术之事和道教徒修行的地方 因此也就产生了许多 美妙诱人的神话传说 这些传说与华山的险峻 结合在一起 使得华山名扬天下 立于华山之巅 透过薄沙般的山栏 往秦川大地 怎能不让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红尘与仙境 是否仅一步之遥 一念之差 南天门是从东风到南风的必经之路 华山石刻 遍布山谷风巅 可以说 整座华山是中国历代书法的天然博物馆 最早的石刻是周兆王石留下的 迄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华山石刻以摩崖石刻 碑刻和提刻为主 传说陈团当年 将道教修炼的功法 汇成无极徒 遭于山沿 此处的石刻 是不是无极徒呢 华山历来是道教徒 向往的修炼之地 常驻华山的道士 与其他道教公关的道士们相比 日常的事物性工作要少得多 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修行 读经与习武方面 队采访为庄山方拉睿 每一個人在開始一出家都要讓你獨自的 你從你自己兩年來 你自己能做到多大的成績 你就想到路上走 也不勉強 但是要是真實 自己看看 自己做不了 那一門也站不了 就不如你還去回家 趕快回家去 自己回到家裡邊隨行負運 沒幹啥幹啥 誰也不限制 不要成名教民裡邊 再做些不守規矩的事 那花不來 這就是因為那樣子 再不捐受機遇 不按三重的 都可以做事業的 請回監獄的執行 結果就成了一個 執法犯法的人 他們就劃不著了 出家人就是這樣子 就是要整整整整地 永遠做事業的道路走 這樣才第一能對得起自己的父母 才能對得起自己 華山是人類文化的寶庫 許多寶藏有待於挖掘與弘揚